因为我这个班主任 其实是一个非常涵盖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看 整整齐齐 对吧 口罩也戴好了 衣服也穿好了 得一张表演卡 特别棒 这笔红一定要把它写长 而且是在红中线齐笔 从七点进校那一刻开始 基本上就停不下来 因为孩子小 一年级 所以早上起来 您可能会看到 我们一边这边给孩子培养吃饭 就是培养他们用餐的这个习惯 桌面是怎么摆 比如说这个铅笔要放在哪 尺子要放在哪 班主任是一直有的 因为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 固定的这么一个模式 班主任也管着这一般的大事小情 管孩子们的 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管他们的身体健康 管他们的安全 甚至管家庭矛盾 指导孩子如何文明地吃饭 文明地如厕 文明地在楼道里行进 怎么跟老师打招呼 怎么带人接物呢 其实跟父母是差不多的 所以现在您可以听到 很多声音 在学习的团队 而且现在的原因是 他们现在在学习的学习 但是在晨晨 他们在学习的心 他们在学习 所以我们一起来 做一些活动 我们在学习的学习 三十次 三十次 你的孩子 好 還有很多工作 在教同學打鼓,他們玩玩樂 在學們一起玩,我能感覺到學生的喜 portfolios 和寶寶讓他們的教導 從一度聽見, 那間鑰匀的對學生對她的教導 show他們們有很高的信心 和親密關係 一切就不可以结构 现在这个世界 这种运动不是体育老师来教 为什么是你来教的 这个时间我们叫体育锻炼时间 那它不是正规的体育课程 班主任跟孩子一起练 对于班机体的这个 团队精神 然后当班主任融在里边 也可以看到孩子非常开心 我们希望多一点时间 能够跟孩子这样亲密的接触 但是这样也有个缺点 老师会累 可能这个累 累完了之后 会感到很舒适 跳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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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